最近加麻大开始收紧移民政策了 大幅提高移民的门槛 甚至开始对国籍进行限制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加麻大现在已经改名了 叫印拿大了 三个为了夺赦加拿大 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2023年加拿大发出的留学签证数量为104万 其中印度学生占据了42万 同年加拿大发出的临时签证总数为432万张 其中印度学生以128万张排名第一是遥遥领先 三哥一多了 那热闹可就多了 比如说海边挖洞洞扁扁 在鲑鱼回流季脱家待烤下河捞鱼 进苹果种植园是一通免费采摘 更厉害的是 虽然三哥行为奇葩 但是人家还脸皮厚呢 三哥拿着留学签证到加拿大 那没有真正学习的 都是为了拿身份 平时也不去学习 跑去打工 结果挂科太多了 学校说你这不行啊 没办法让你毕业啊 结果三哥就开始集结人马 开始抗议了 抱怨说学校的内容太难了 不让他们毕业了 种族歧视了 总之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而加拿大的政客为了选票 还都去拍三哥的马屁 这就让三哥更加的如鱼得水了 现在加拿大的主要大城市啊 到处都是三哥 前阵子有个华人妹子去参加驾照的考试 结果旁边全是三哥 他就发了一个小视频 吐槽了一下 感觉到了印度一样 然后这个小视频就被疯狂的带节奏 本来当地的媒体啊 是想用这种方式 试图把矛盾转移一下 但是奈何老百姓早就受不了了 我就看到有个高赞的评论说 当你听到一个中国人开始吐槽的时候 你就知道事情有多么的严重了 啥意思呢 海外的华人基本上那是最好欺负的 遇到事情也比较能容忍 所以啊 连中国人都感觉到受不了了 那情况一定是非常的严重了 很多人都对这条评论表达了赞同 咱就说这些西方国家 拉美夺赦美国 印度夺赦加拿大 中东夺赦英国 非洲夺赦法国 哎呀 要不说呀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当年这帮西方国家到处搞执名 现在回旋标是终于插他的脸上了 最近我刷到很多新股民 刚入市就赔钱的视频 而且有很多非常的离谱 看到行情开始涨了 马上就压上所有的家当 这还不过瘾 还得跑去贷款 融资 给自己上杠杆 我昨天在一个大韭菜的连线中 听到一个富二代的声 他自己啊 在10月8号带着很高的杠杆 是满仓缩哈呀 结果三天下来直接爆仓 所有本金亏光 还欠银行好多钱 整个人都颓废了 要不说呀 不怕富二代吃喝玩乐 就怕富二代搞投资啊 难怪现在这行情啊 走不远呢 稍微一涨 一大堆人就拼命的上杠杆 真拿股市当赌场了 另外我还看到最近 有被刚消耗的千万大V 好家伙张嘴闭嘴 又富贵险中求 公开就在直播上推个股了 违法了知道吗 之前这么干的人 现在还在牢里呢 网上现在随便一搜啊 就是杠杆赌徒们 最近爆仓的视频 哎呀说了多少次 股市有风险 入市虚谨慎 闲钱炒股 别上头 千万别借钱炒股 也别用杠杆 你扪心自问 自己啥水平啊 你是专业人士吗 啥都不懂 就直接上杠杆 这相当于是给幼儿园小孩 一把AK 下场他就注定了 这下场他就很清楚了 我没有想到 那你什么事 lifelong 你听到 你听到